还是没有退烧的迹象 但是许多民众已经耐不住防疫的限制了 多个国家在20号的时候 爆发了反对防疫限制的示威游行 包括了德国 英国 瑞士等地都有抗疫的活动 而各地的警方也出动歹人 大批没有戴口罩的民众全都走上街头示威 人群还试图冲破警方围起来的人墙 警民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 在英国伦敦20号数千名民众 抗疫政府的防疫措施太严格 还有多人朝警方丢职瓶罐 到傍晚为止有33人被逮捕 德国也有约2万人上街不满防疫限制 警方则动用水柱 警棍和胡椒喷剂 驱离抗疫民众 欧洲多国在罗马尼亚 奥地利 荷兰等地 都有类似的抗疫 瑞士有5000多人采取无声抗疫 举着标语写着够了 疫苗杀人等字眼要求结束防疫限制 因为疫苗施打延荡 让德发疫等国近期疫情都急剧升温 意大利20号新增23832人确诊 401人死亡排名欧洲第二高 仅次于英国 全球排名第六高 医疗资源再度吃紧 当局加强防疫规范 到4月初复活节假期 将维持封锁状态 避免疫情再度爆发 接着领域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